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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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字幕志愿者 大家好 歡迎大家繼續收聽 第九十一集的《悟樂凡塵》 我是法隱法師 我是可可呀 朱小環 這人要笑幾集 每一次都開得到 對 不好意思 大家不知道我聽到八十九集 為什麼我們會笑得那麼好 聽一下可可為什麼可胡 原來以後叫可胡 不叫可可 是不是這樣贏呢 原來挺有趣的 是嗎 是 剛才我想到惡眼菩薩 那個人 可胡 你叫可愛 不要這樣 要有人可愛又幹 想怎樣啊 師傅 可愛 可胡 我有一天做的事 那些港女的 那些 好 好 據聞你現在一個星期 都有好幾天遲掃 沒錯 入齋 沒錯 媽媽給嗎 她開頭不給 但是現在慢慢地 我堅持了就是不飲不吃就是不吃 她開始慢慢接受 而且你買那些素的東西回去 她很開心 她現在說素肉鬆很好吃 你多買兩包回來 還有那些素豬肉缸 真的不錯 她很開心 她說多買幾包帶回去給姐姐上海 咦 爆了自己的姐姐上海 所以她都會OK 現在真的好 而且原來我媽媽的朋友 住在樓上阿姨 她也是佛計師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 然後她也有提及 剛剛新的80號的法師 然後我說 那是我師傅 真的嗎 是啊 有什麼恩怨 她說你吃了素之後 美麗了 感覺整個不同了 很多道場 沒有那麼可惡 罵你已經很明顯了 朱師兄 偷盡機會 我見主了 已經感覺到 朱師兄 你踢個身體 我要麥克風 要少少的步步 對你來說 還有自己也覺得身體是好了 不會那麼淚氣 因為以前很喜歡吃肉 經常會敏 因為吃肉通常都是 腸胃沒有那麼好 吃素是腸胃好一點 我相信 真的嗎 真的嗎 有沒有好處呢 有好處 既然你可以這樣 我覺得如果 連你可惡都可以 哈哈哈哈 中暢物不會 我覺得我們現在五樂凡塵 好像是另一個電台節目 也是三個人做主持 什麼快活人 什麼快活人 很可惡 這幾個東西 互相在這裏走 沒有 怎麼會這樣搞笑 我覺得一個佛學的節目 講佛法的節目 可以聽到這麼開心 會令到很多人覺得 學佛是這樣 都不錯 聽眾說是你三個開心 我真的覺得 因為現在Channel V 你點進去聽每一集 其實他可以留言 聽眾可以留言 可以分享一下 這個風騷學佛人 好嗎 風騷 好 又是他 又是他 又沉默了我們 救命 好 如果每個人都像你這樣 我覺得連你都可以 應該很多年青人都可以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都可以 不是說你特別差 因為你都是年青人 我剛才說你暗示我不是 就是那些愚痴的種子 不是 我覺得年青人都可以 但是如果每個人都像你這樣 我覺得很多眾生都可以 逃離一些有望或者無望之災 其實是的 有時候我會覺得 因為媽媽一定是在家吃好一點 她就會特意去買一隻雞去煲湯 或者買一塊豬肉 以前沒有這樣的感覺 只會有湯挺好吃 現在我就想 慘了 因為我媽媽想我喝一些好東西 所謂好東西 其實寫雞也不好 激素多 古老的中國人傳統 就會覺得喝雞湯補 現在我就會覺得 因為我這樣死了 我就會有好內疚的感覺 所以我現在通常跟媽媽說 不要了 你都是煲一些蔗水 或者什麼 只是植物性的湯給我就可以了 希望不要因為我而死 我很內疚 如果像你這樣 很多眾生都可以少很多麻煩 原因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就是這樣 就話說 今年新鮮熱辣 現在我們錄音還是9月 就話說 《生果日報》 2012年9月3日 《新鮮熱辣》報道 很詐欺的 就是《生果日報》 就說 北角碼頭 變捕魚者樂園 數百斤海產倒入大海 這頭放生 那頭樓 有沒有看到這麼大的 就是一個 簡直是頭版 哎呀 但放生通常是我們佛教會 態度是怎樣 你的意見是怎樣 做出來是否真的有智慧 這些我們都是要考量的 但整個標題好像很負責 是很負責 然後我很害怕 我走出街間被人打 是啊 那附近 對 而且在那附近 其實他還沒買出來 我們已經有留意到這個情況 就話說你也知道 我們講堂在北角 是 我們有時候 譬如說上學 《必經之路》 一定是要上去這個 叫什麼 東區走廊 是 我們是會見到 譬如說車賣朱小雲也好 朱小雲也會見到 在北角碼頭 你會見到行張桌 有些佛像有些貢品 原來念完就是在海邊放 我就這樣把他們放進去 是啊 沒有出海 在岸邊 是啊 以前那些會租船 現在多了在碼頭邊 是啊 因為其實我當然相信 那些佛弟子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說 我在岸放完後 我想被人罵 所以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一定會 他沒有這個動機 但是只不過是 他們去考量放生的時候 他沒有想到那麼多 沒有想到那麼遠 不仔細 他裡面說什麼呢 他說現在他們 他經常都說的 本部記者 他說24小時直擊 就發現不少佛教團體 令到我們都覺得 其實不少 那你真的要講哪些 全包了 然後他就說 他很少說他會認識什麼法師 你又覺得其實可能 不知道是不是 你還沒聽過我的法師名 因為《三國日報》 通常會有時候 按照一些他自己想要的資料 去做一些事實協議 我不知道 總之有一個是這樣的 我想大家反思一下 誤落凡塵 你想在這個世間裡面 你開心心 學佛 或者在一些 即是世間裡面的 現象 你可以是超越的 想得開的 這樣才是好的 而不是說你在世間裡面 去行佛事 但是行出來 人家覺得你是 連世間人的眼光 你都不及的 這個就不好 我們現在反思一下 就說 發現不少佛教團體 經常以數百斤的海產 傾倒入海 然後釣魚發燒友 規準契機 想盡辦法把這些放生的魚獲 據為己有 其實兩個都不應該 我看了他們很少 兩篇都不應該 話說 這個平 對不起 生改日報的記者 24小時直擊 話說他們看到 北角碼頭近年 進駐了六至七戶的海鮮蕩 賣海產 甚至乎有些蕩主 引入了放生服務 真的嗎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這麼有山前頭 還要噱頭 是啊 我說得不好聽 可能真的會得罪人 我也要說 你開魚檔 然後引入放生服務 那你即是怎樣 很矛盾 那即是怎樣 你在醫院 不是應該這麼說 你在毒品出售中心 然後就說 我們有戒毒服務 哈哈 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很搞笑 這個是魚檔的問題 是魚檔師傅 我怕我在北角走過被人打 應該不會 如果你看了新聞說 北角有肥法師被人打破頭 那你就應該知道是我 每逢齋界和宗教節慶 這個碼頭就會擠滿善信 即場簡宇 花費是數百元至數萬元不等 我相信很多都是很有善心的弟子 不過方法似乎用了 是啊 這個是9月3日的報道 他說他剛剛上星期五 適逢農曆的15日 即7月15日 三國日報的記者 全日站在北角碼頭 他發現總共有三批善信 去到海鮮檔柬 其中最大的那團人 有十多名善男信女 花了數千元買了十多箱 近百斤的海產 包括什麼呢 星爐 紅柚 泥蠻 花頭梅 龍等 八爪魚 魔鬼魚 油椎 花蟹等等 然後在碼頭邊掛起觀音像 一面重驚 一面透過一條自製的膠繁布梯槽 將魚倒入大海 歷時約半小時 簡直是很匪夷鑰匙 賣了很多魚 賣了很多魚 數千元 數千元 魚類真的不知道是否適合放在岸邊 其實花蟹是否放在岸邊 魔鬼魚 魔鬼魚 八爪魚 油椎花蟹這些才是否適合 是不是海魚 還是淡水魚 我想應該是海魚 但是放在岸邊 不知道是否適合 有些人說要有些區域 他們不同的地方 香港某法師 我也有看過他 他說他會帶來海洋生態學家 租一艘船出海 從買魚開始 由專家說 哪些魚是適合在香港的海域放的 對 不然你放了一些近魚 對 買了之後 坐那艘船 適合放魚的海域才會放進去 就不是這樣做 為什麼你先在岸邊倒閉 對 其實你有沒有看到 在裡面 我們稍後再講 我再講一會 講一段新聞 他說一倒下去 就歷時半個小時 接著結束了儀式 十數秒之後 眾人馬上把魚乾 魚網 就馬上放進海裡 直接撈起數十條 浮在水上呼吸的泥蟹 那些釣客還要得戚地跟記者說 他們就是魚檔 魚檔不理你 只是你不要一邊放生 隔一邊釣就可以了 唉呦 很慘 接著一直都有 甚至乎是怎樣 有些人釣到一些油椎上來 而沒有肉食 小的或瘦 沒有肉食 乾脆扔在路旁 哎呀 扔死 這樣扔下去 好像好一點 甚至乎 後面他們說什麼 和碼頭的 我們不說 我們主要是說放生的事件 你知道這個《生果日報》 有網上辦的 報紙也有 很多都已經會有 就立刻有人在 《生果日報》的Facebook留言 叫做 不開名字 姓梁的那位 就說 其實你現在上到網上看 你依然看到這些留言 有些人 粗言畏語也有 但我選擇一個比較溫和的出來說 有人留言說 其實去放生 那些人有沒有想過 那些養殖的動物 讓它放生 都會因為不適應環境而死 既然這麼有善心 不如吃少幾餐 這個很重點 我覺得這個人有智慧 雖然他的文字都寫得一般 又口語又英文又等等 可以不可以說 留言而已 不要緊 我們不要這樣 但他背後的想法 是說出了重點 就是你不如吃少幾餐 好過你真的做放生 吃少幾餐更有效 做壞到你放進去 被人吊就已經死了 甚至有人吊了他上來 這個真的不行 我現在分析的問題 其一是 在這件事裡面 我們發現了什麼呢 第一 我們害怕 做這個行為的人 眼光不夠遠 想法不夠全面 不夠全面 只是想著 我放生就是善事 其實你這個善事 你沒有自慰做 結果你沒有利益眾生 不得止 可能還會害了眾生 好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們會不會說 你用下去做這個善事的資源 實在是太少 而令到你做那個善事 其實是不能夠拿到理想的效果 什麼叫做資源少呢 第一你拿數千元 去買了很多東西 很多魚 因為據聞就是 你適合在香港放的魚 其實是貴一些的 是 還有是有分年稅的 其實大家如果有研究 你可以去看一下 應該是買一些 比如說 適合的年稅 有些是三歲 至少不知幾歲 有說的 那些斑 不是說去到幾歲才有斑 那些斑 有些魚的斑類 你適合放在海裡 是要起碼多少歲 那些是貴一些的 變成了 你沒有可能拿數千元 就買到過百斤的海產 那些他們應該都是隨便的 隨便 總之多就行了 多款和多量 多功德 其一是概念錯了 第二就是他花了太少的資源 就是你時間又少 你半個小時搞什麼 第二就是你那個資源其實都是不夠的 因為你只拿錢去買了數百斤就算 你連租船出去也不肯 是 不適合放生的地域 那些泥蠻就有什麼想 上水面呼氣又被你罵他 是嗎 就是硬弄弄死他 是呀 我覺得是要深思的 還有做的那些人 其實他沒有想太多 他不是特意的 我可以很肯定 參加放生的那些善信 一定是善心去做的 只不過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想到 沒有考慮到 到了可能報紙賣出來才突然有醒覺 現在是 差不多早上出車都不見 以前不只是星期六日 連平日都有見到 幾乎一個星期 真的有很多十宗 看到在做這個行為 甚至不跟中國佛教士 連壯傳都有 很多不同的宗教類別 都會從事這件事情 但是大家真的沒有想得這麼真 而我想提的是 既然大家這麼善心 為什麼不去嘗試做一些更加長期的 還有有效 為什麼是長期的 就是如果你持長數 你每天做 你放生最多多久做一次 當你每個星期做一次 都是一次 每個月都只有四次到五次 還有你做完出來 你沒有那個效果 對 因為你角色被人掉走了 你也不知道什麼事 對 就是這件事情 當然我可以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法隱法師》漫畫第一集 其實是有講放生這個故事 大家可以去 有沒有留意 有 有 有留意 有App的 無論是Android也好 App也好 你也可以下載 它裡面正正有一張 是講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很早發現這個問題 我記得那時候也是關於不適合的地點 出現了一些不應該生存的動物 或者海產 沒錯 所以我們先講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回來講一下放生的真實意義在哪裡 怎樣才為之更加有效地放生 主要我們這一集是想講 其實放生是應該要考慮更加多的 你既然為了眾生的利益著想 你想幫到眾生 你應該是徹底幫到它才是 不是隨便說我當做了就算 打法功夫還鬼遠 其實不是一個正面的態度 純粹就是 我也要聲明多次 是純粹看到坊間有報紙去報導 和評擊佛教團體 我覺得我們應該出來講話 第一件事我幫大家澄清了 大家去做這個行為一定是善心的 只不過就是我們未有足夠的智慧 去考量全面的角度 怎樣可以利益更加多的眾生 這是我們不足的 我們承認 但是你不可以說我們沒有心去做 不可以說我們是假慈悲 這些我們應該是要反思的 好 我們這一集講到這裡 下一集回來就講一下放生的意義 和怎樣有效地可以做得更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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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